欢迎回到新闻大追集 刚刚我们第一段聊到过 林淑豪虽然是机会已经留给准备好的她 但是她这个机会也是经历过非常非常漫长的一段旅程 究竟她这个进入NBA的路程有多辛苦 对 因为我们看到她这一路走来相当的曲折 不是这样一帆风顺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2010年到2011年 她加入了荆州勇士队 不过马上被释出了 另外2011年到了休斯顿火箭队又被释出了 对 打了机场球又被释出了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纽约尼克队大展身手了 不过她有一度 其实中间包括在勇士队 包括在火箭队都被丢到过发展联盟去打球 对 因为我们看到她四度下放到发展联盟 就是可能面临一个 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是次一级这样的一个打球的一个原地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来问的就是小哈 你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曲折离奇的一个球员心理压力 一定是非常大吧 而且如果像是亚裔的球员要到NBA去闯荡 其实这样看来还不算曲折吧 因为这可能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路程 对不对 其实不能说亚洲 其实很多他们本自己美国的一些球员 他们的也是这么的曲折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我觉得像在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美国人的这个个性 他是有点这种成王败寇的个性 他们不太同情失败者的 他们就认为说今天你成功了 你就是很好 但他们不会说觉得你失败了我要去同情 那就像三哥刚刚讲到说林苏豪 他本身的这个好胜性非常强 他是一个不会轻言去承认自己失败的人 我们看到他四度下方发展联盟 你知道这发展联盟是非常惨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发展联盟他的薪水一个月 可能不会超过3000块美金 对但是很多人都愿意去那个发展联盟 因为他就是为了一个梦 为了一个NBA的梦 那但是你四度下方发展联盟 可能不要说一个亚洲球员了 任何一个心态非常健全的人球员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你觉得打击好大喔 是不是表现不好吗 对我今天可能升到NBA这个一级的联盟去打 打两场 我马上教练跟我讲说你不行你回去 这个真的打击太大了 我想他的这个不服输啦 真的是不服输的心态 这一点我想可能跟美国从小的教育有关系 因为美国从我感觉美国他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要告诉你说你不能随便这么容易的被打败 你他们的心里goes strong 所以说我认为说而且再加上他中间又有受伤 他还是不会轻言失败 就即使被打败要赶快站起来 对再打败他还是就好像在打拳击一样 打了一拳再起来打了一拳再起来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我们球员 不管是球员还是任何人都能够好好学习的一个地方 教练你怎么看 因为你本身刚才提到说也是打控球后会出身 那你那时候一百七十几公分的身高 在台湾篮台来说也是算在残忍症当中这样的飞穿梭 到底就是一个身材比较小的比较小一号 undersize一个球员在篮球场上 会经历过多少的磨练跟苦难 然后会有多少的困境需要去突破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那其实我后来回想一下 我当初所参加球队的时候 也碰到几个例子给大家大概参考一下 我17岁进入甲族球队 然后进入就当然是一个小球员 比赛当中当然一定 年轻球员有的是什么 就是体力就是要速度 所以你要跑得比别人家快 那时候就会老球员讲 你干嘛 田径队的啊 你到底田径队就跑吧 第二个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 很认真的防守忽然之间对方就踢到你的脚 你躺下去了 然后就对方另外一拳跑过来 跟你讲你不要踢人家嘛 你干嘛把人家踢倒在地啊 他就随时随地在羞辱 利用各种的方式 但是呢其实这些方式 我后来再回想 对我来讲是一种好事 为什么他无形之中给我一些 我比较时时刻刻的警惕 那也就是说在 我想严肃尔也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在当教练 其实会有两种的想法 一种在当开始的球队 他可能目前的阵容 跟目前的状况 不允许你多上场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你摆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有好跟坏 坏就是说我现在不需要你 你就直接下去 那就好处来讲的话 教练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个状况 他不需要你每天跟着飞机走来走去 飞来飞去 结果你什么都没练到 只看了好多精彩的比赛而已 他利用 他希望你能够透过次级的联盟 能够再增加比赛的感觉 我想比赛感觉对于球员 是相当重要的 你每天练了那么多的时间 你没有机会上场 而且只是在旁边地毛巾 这个时候你的心态会被压抑下来 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对 在重新上场的时候 会有一种恐惧感 所以我在当球员 也是同样这个样子 另外就是说一个机会 就是说你在次级联盟 有这样一个比赛表现 我想我翻了一下数据 他也有马上就有大三元的表现 也就是说他从那边 重新的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那重新的获得教练的 肯定又把他拉回来 那同时他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把他丢到这样的一个联盟来讲 当然对于球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那个教练他如果给他一个方向 把他所要把他放下去的原因 跟他讲清楚 这个时候对球员来讲 他可以变成是另外一种事实的鼓励 所以接着就是看说你的一个教练 或者有所谓的心理资商 是能够从这个方面 其中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鼓励他 像对球员来讲 他止跌回升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是 刚刚教练提到 说他在刚刚打篮球的时候 就受尽的冷嘲 热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林书豪 因为他是黄种人 像这样一个亚洲人这样的面孔 也是让他备受歧视 成为我们来说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报导 很多人都说他刚开始去比赛的时候 有人就说 这里没有排球赛 你来这边干嘛 或者说 欸 你是来送披萨的吗 或者说 欸 你眼睛真大一点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 亚洲人眼睛比较小一点 他是不是受尽了各种委屈 可是他都忍下来了 没有错 其实他的所背负的压力 我觉得不是只有在进入职业联赛 应该是说从小到大 他在篮球运动上 他想要去争取成绩时 他其实都会面临到了 即便他在高中时 在他们那个地区 可以达到最好的成绩 但是在大学的教练眼里 还不值得要为他 去争取到他就对了 这是为什么他当初 没有拿到篮球奖学金 而是选择去念哈佛 当然他的课业是非常好 才能够念哈佛 因为哈佛不是一般人可以念的 哈佛大学总共出过八名 美国总统 但只出过三名NBA球员 这是真的 因为长春藤联盟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学成绩 要求非常高的比赛 他不是一般的 美国大学有六大赛区 那六大赛区出来了 你只在六大赛区里面 只要打出名堂了 你基本上都可以进NBA 但除了这些赛区以外的小赛区 美国总共 大学有三百多所第一级 总共有三十几个校区 三十几个联盟 那他所属的长春的联盟 是念书出名的 不是打球出名的 对 所以其实长春的联盟 这么多年来 他们真的出过好的球员 不多 这一个 在历史上就是 尼克队以前有出过一个球员 叫Bradery 这球员是 后来当到美国参议员 他帮尼克队拿下过NBA总冠军 当到参议员 对他当到参议员 而且他是当时 因为他的队友就是 后来忽认的Phil Jackson 所以他竞选 他本来有意参选 总统的时候 是找Phil Jackson站台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种人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当初 在早期他被尼克选上的时候 他并没有忙去打 他是去英国牛津大学念硕士 所以这种联盟里头 出来的球员是很特别 那我们讲到林书豪身上 在最近的表现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非常用脑筋 因为他光体能 是跟不上黑人的 比方说白人 我觉得也大概跟不上 但是 为什么他能够在这里面 打出好成绩 因为他够用心 而且他够谦卑 我觉得他真的是符合 人家讲的什么 文良公俭郎 他真的是完全 有在用头脑打球 因为他知道说 我如果今天 当这些明星球员回来的时候 我还打我自己的球的话 那我很快就没有球打了 是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林书豪 他从一开始不受重视 甚至是遭到歧视 他用自己的实力 就创造了一个林书豪的传奇 我们看到富比士杂志 我就评选说 他的品牌价值 达到了4.1亿台币 我们休息一下 就来看看林书豪 究竟如何咸鱼翻身